人生漫漫,早晚要读书,大家好,我是早晚读书特约主播秦贤,今天我跟大家一起读一本好书,这是迈克尔海亚特计划的最佳时期,迈克尔海亚特是全球知名的高校专家,纽约时报唱销书作家,全球最具魅力的媒体领袖,平台应用大师,网络营销太陡,迈克尔海亚特在美国开设了为期五天的线上和线下课程,改变了上千万美国年轻人的命运,在这本计划的最佳年份里, 它提供了五个步骤,来帮助你达到最重要的目标,力图提升你的观念,总结过去,设计未来,找到动力,改变现状,扭转局面,让你的个人,事业,财富,人际关系等全面升级,读完这本书,我们可以得到什么,别让新年愿望变成新年的奢望,每年新年的时候,我们都会许下新年的愿望,但往往在二月的时候,我们就放弃了,因为愿望似乎无法实现,或者我们完全忘记了它, 改善你的生活并不像凝视绽放着烟花的天空,然后低声自言自语那样简单,当然,能想出点子当然是件好事,但是你也需要做一些实际的计划和行动,来兑现你的口头承诺,这正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, 迈克尔,海亚特迈克尔,海特将带领你实现新年愿望所需的几个步骤,从此以后,你将不再后悔所有的本能,和本该完成却未完成的事情,规划最佳一年,这本书充满了历史势力和作者个人意识,它会告诉你实现目标并非不可能,从本书中我们可以学到, 一,为什么说成瘾是些好事,什么是作者最大的失败,三是谁第一次跑四分钟,首先,让我们讨论一下,你的生活由十个方面组成,它们需要同时运作,如果你想象一下,十二个月后你会看到什么,人们比较普遍的愿望是摆脱债务,身体健康,家庭生活幸福,人际关系良好,有兴趣爱好和积极心态,好消息就是你能做到以上所有这些,但是,如果你重新衡量生活中的十个方面, 你会发现哪些方面需要改进,这十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是,精神健康,身体健康,精神状态,知识生活,婚姻关系,父母生活,友情,工作爱好以及个人理财,这些要素对于你的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,因此,我们必须不断地改善它们,首先,你要根据前面提到的十个方面,从一到十进行排名,这样,你可以确定哪些方面是你需要改进的,并且定期记录下你的进展情况。 它也会给你明确的指示,告诉你应该把精力放在什么地方,这十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,因此,一个方面的进步可能会导致其他方面的进步,比如,轻松愉快的家庭生活会让你更加专注于工作, 丰富的社交生活也会给你更多的机会遇见你的意中人,同样,在某些方面表现不好,也会给其他方面带来负面影响,如果你身体不舒服,你可能缺乏工作经验,从而影响到你的婚姻,同时改善十个方面看起来很困难, 但是下面的内容会告诉你如何克服忧虑,制定切实可行的改变生活的计划,我们先谈精神健康,心理上的障碍也许会阻碍我们前进,但是我们能学会克服它们, 有一种被称为错误假设的心理障碍,人类不断地假设世界和自己,这些假设常常是错误的,并且阻碍着我们的发展,这些假设可能来自于一些固有的想法,比如你缺乏创造力,你丑陋不堪,甚至连一份工作都做不好,或者说经济不仅气意味着没人买你的东西,在大多数情况下,这些都是自欺欺人,客观上是错误的,另外,我们也会给自己设置思维障碍,飞行员曾经想过, 飞行速度超过音速是不可能的,运动员们认为4分钟内谁也跑不完一英里,那些病气这种想法,不断突破自我的人,用实际行动证明,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,1947年,美国空军上将查尔斯·埃尔伍德·扎克·耶格尔完成了超音速飞行,1954年,运动员班尼斯特·罗杰班尼斯特,以3分59秒跑完一英里,耶格尔与班尼斯特通过消除对身体极限的固有认识, 做到了别人无法做到的事情,自那时起,无数的飞机已超越音速的速度飞行,许多跑步者只需4分钟就能跑完一英里,他已经超越了先前的极限,通过改变固有的认识极限,你不仅能改变自己,还能改变世界,1963年, 很多人认为民权运动不会有什么结果,大多数人相信,消除暴力的努力永远不会成功,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根植于美国社会,什么无法改变这种状况? 然而,马丁·路德金拒绝承认这些固有的认识是不可改变的事实,他带领20万民众前往华盛顿,参加和平示威游行,在那里,他发表了著名的《我有梦想》演讲,马丁·路德金用另一种观点,取代了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观,打破了许多美国人思维上的障碍,打开了变革之门,也许在打破心理障碍的过程中,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几次失败, 但是不要因为过去的失败而迷失方向,要从失败中学习和成长,也许你的小学老师说你没有艺术天赋,或者上个月减肥计划失败,不管失败的原因是什么,过去的经验总是会助长我们的消极思想,阻碍我们前进,过去糟糕的经验,会影响到我们面对同样情况时的信心。 下面这个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,80%的青少年会许下新年愿望,而超过60岁的人只有30%,这是因为年龄越大,经历的挫折越多,失败越多,所以他们对自己的愿望也就越不乐观,但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,不要让过去的经历影响到你未来的行为,相反,我们应该吸取教训,作者最失败的一次经历是,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,希望能与一位新生代作家合作出版, 但是那年年底,那位作家再也不接电话了,作者就这样浪费了12个月,最后,这位作家找到了另外一个出版商,面对这种情况,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放弃,另寻他法,但是作者并没有这么做,而是利用过去12个月来学到的知识,通过各种方法来提高公司的水平。 比方说,他认识到,不能只专注于某一位客户,而是要扩大他的业务范围,他也明白了,不要天真的以为客户会喜欢他的工作。 另外,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,他希望客户能够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合作的结果,为自己设定未来目标固然重要,但是设定目标是否可行也是至关重要的。 在下面的文章中,你会了解如何去做,你需要设定,既具有挑战性,又具有现实意义的目标,有些目标是不切实际的,即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才,也不可能实现,有些目标太简单了,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完成。 在你能力范围内,完成目标是保持高昂斗志的关键,但是同时,也要确保完成目标所需要付出的努力是合理的。 为了设定正确的目标,你需要找到自己不舒服的区域,打个比方,你想写一本书,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这是你的理想目标,但是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来说,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,而且这么大的目标,你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。 相反,如果你设定的目标过低,比如允许自己在半年内完成初稿,那你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完成,而且会一直拖下去,最后不了了之,这两个条件都是不可取的,我们得想个折衷的办法,作者称之为不舒适区,比如说,三个月完成初稿,三个月完成第二稿,设定目标固然重要,但是不要一厢情愿,凡事过犹不及,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超出不适区域,进入妄想区。 正如运动员过度训练会导致肌肉拉伤一样,设定妄想目标也会伤害到自己,著名的通用GM就是其中之一。 2002年,他们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,要占领美国29%的市场份额,但是最后,这个可笑的宏伟目标几乎使公司破产,员工必须在衣领上佩戴数字29的徽章。 以提醒员工完成目标,销售人员只顾着提高销量,因此他们以零利率贷款销售汽车,这对公司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损失,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整体盈利。 该公司日常业务受到影响,不仅未能实现其29%的市场份额目标,而且其业绩甚至比刚开始实施时差的远,如果通用一开始就考虑周全,他们就会意识到实现这个目标是痴心妄想,这样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 事实上,沉迷于小而多的任务中,你会取得更大的成就。 想象一下这一幕,你要读一本像圣经这样的长篇巨著,差不多有100万字,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,但是,如果你每天早上读20分钟,那么一年内就能读完整本圣经,当你把困难的任务分解成一个个短期的小目标时,结果是非常令人满意的。 人们总是沉迷于完成日常任务,特别是那些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,这个特性同样适用于非是去任务,只要我们愿意,我们可以把棒子变成胡萝卜,把惩罚变成奖赏,读圣经的人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困难,但一旦开始阅读,就会感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。 关键的一步是不停的工作直到上瘾,你们中有些人也许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,需要21天才能形成一个习惯,但是有些事情只需要几天时间,有些复杂的事情可能需要200多天。 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称,平均66天就能把行为转变成习惯,为了让你更容易上瘾,你需要引入奖励机制,但是,这并不意味着当你减掉10公斤的体重之后,你就会为自己买一套新衣服,完成不在市区的任务奖励。 就像是一种感谢,一种身心的愉悦,当你看到你正在朝着长期目标前进时,你会得到奖励,你也可以通过把任务变成游戏来激发你的热情,勾选日程表中的每日任务,看看需要多少天才能完成,手机里的APP,还是很好用的。 作者下载了一款APP,让自己喝一杯水再给虚拟植物浇水,通过将任务转化为游戏,这个APP能够帮助作者完成日常的饮水任务,并且乐在其中,为什么你要做这些事来保持活力? 找出为什么要这么做,并且时刻提醒自己,要坚持一项任务并且保持积极的态度,你需要在情感上和它保持联系。 换句话说,你需要知道为什么做这件事能使你变得更好。 首先,要明确你做这件事的主要动机,列一张清单,列出你要做什么事情的原因,然后把最重要的原因圈出来。 如果你想做更多的运动,可能是因为我想减肥,我想证明我能成功,锻炼让我充实快乐,别人是否理解你的动机无关紧要。 重要的是这些理由是否触动了你的内心,完成这一步后,你需要不断提醒自己,不要忘记做这些事情的初衷。 假设你正要去开冰箱门,那么刚才列出的理由就会起作用。 当你想吃点心的时候,提醒自己为什么要健康呢? 看看清单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,让你想起长远的更有意义的目标,为了进一步激励你自己,重新定义你的理由。 安德斯、爱立信、安德斯、艾瑞克森、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员,对吉他手和其他音乐家在台下练习了数小时,并对其背后的动机进行了研究。 他发现,使他们如此刻苦练习的关键因素是,当他们的表演和才华被同行认可时,他们的行为就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。 换句话说,音乐家的身份使他们更加擅长于音乐创作,因为人类是社会团体,所以这并不令人惊讶,我们需要通过和别人交往来获得自我认同。 在以下内容中,您将学习如何从群体认同中获益,从而使您度过最佳的一年,你需要一个好的盟友和你一起度过最美好的一年。 除了确定你最重要的动机之外,一年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身边有一群好伙伴,这意味着你要找一个能够支持你实现目标的人,或者是那些能够看到你实现目标的人,或者那些在同一道路上能给予你鼓励和建议的人。 人类是知识和经验的源泉,我们可以随时获得,他们可能是社区中的一员,也可能是你人生的导师。 很多人都很乐意将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传授给身边想要的人,加入社区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寻找支持者。 举例来说,加入减肥组织的减肥者,例如加入减肥观察者waiters,可能比单独减肥者更容易减肥。 同样,如果酗酒者和吸毒者经常参加互助会,比如匿名酗酒者,那么他们更有可能不再酗酒和吸毒。 正如心理学家亨利克劳德所言,动机具有传染性,当我们成为社区的一份子,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更大。 主要原因有四个,首先,我们可以向其他小组的成员学习,其次,团队内部的竞争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表现。 第三,每个人对社区负有责任,第四,大家互相支持,互相鼓励。 另一种方法就是辅导,不难理解,要想提高钢琴水平,必须找个钢琴老师。 如果我们想学西班牙语,应该找个语言老师,但是,要提高生活质量,大多数人都不会去找生活老师,甚至是健身教练,作者对自己的疏忽深感自责。 在过去的几年里,他的健身水平一直停滞不前,不知道该如何提高,朋友建议他去找个健身教练。 从那时起,他不仅得到了关于不同运动方式的宝贵建议,而且还结识了一些新的健身伙伴。 通过这种方法,他打破了以往的记录,突破了瓶颈,达到了新的高度。 创造最好的一年不仅要靠个人努力,更要保证你拥有良好的人际网络。 下面让我们回顾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,要想有一个完美的一年,你需要从整体上提高自己,把你的努力平均分成十个方面,你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必须是切合实际的,清晰的,只有这样,你才有动力去改变。 另外,找一支强大的团队来支持你的日常工作,这样你的生活就会更加充实。 作者也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小小的建议,那就是感恩,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,就是要花上几分钟来感谢这个世界。 感谢你的父母,你自己或者别人,感谢你所拥有的一切,感谢你拥有健康的身体,感谢那些关心你的人,心存感激能让你保持积极的心态,充满希望,提醒自己已经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就。 嗯,这是迈克尔海亚特计划中最棒的一年,有兴趣阅读此书的读者,可通过该书的纸质版本继续阅读,人生漫漫,迟早要读书,下次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TEP � appointment 推文到续阅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